彰化市八卦山一家经营宠物火化,那古塔业者应在山坡保育区违法从事动物遗体火化事业,遭彰化县复一违反区域计划法开罚,却拒绞罚还6万元,被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查封了宠物灵车。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表示,这家宠物遗体火化业者在八卦山的山坡地违法社火化焚化炉等,被彰化县复开罚,依法需拆除为彰焚化炉。 由于业者还欠缴6万元罚还,彰化分署为恐业者到15财产,可供执行。 11日集会同县府人员和警方先前往查封业者在运宠物遗体的车辆,执行人员说,真是难得会查扣了宠物灵车,可能要去庙里拜拜了。 彰化是八卦山一家经营宠物火化,那古塔业者应在山坡保育区违法从事动物遗体火化事业,遭彰化县复一违法区域计划法开罚,却拒绞罚还6万元。 被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查封了宠物灵车。 图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提供分享,彰化是八卦山一家经营宠物火化,那古塔业者应在山坡保育区违法从事动物遗体火化事业,遭彰化县复一违法区域计划法开罚,却拒绞罚还6万元。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人员会同警方查封了白色宠物灵车,图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提供分享。